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三年级语文下册第十五课 小虾 首先我们来学习生词 空隙 注意第一个字是个多音字 它的另一个音是空 空隙 Gap between two objects 空隙 洒落 Spatter, sprinkle 洒落 圆镜 Round mirror 圆镜 掀开 Lift up, open 掀开 掀开盖子 通体 Entire body Whole body 通体 就是全身 玻璃 Glass 玻璃 青苔 Grain moss 青苔 有趣 Interesting 有趣 独自 Unaccompanied Soully 独自 追逐 Chase 追逐 追逐 搏斗 Restle Fight 搏斗 休息 Relax Have a rest 休息 好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朗读课文 小虾 作者 金芒 院子里的葡萄架下 一口缸 咸着 夏天 积了大半缸雨水 从葡萄架的空隙里 露下的阳光 洒落在水面上 像许多大大小小的圆镜 我想 这钢不正好用来养小鱼小虾吗 我和邻居阿诚哥 跑到村边小溪里 在竹荫下 进水处 轻轻掀开小石块 或者把手伸到大石块下 捉到了一些小虾 带回家养在缸里 这些小虾 有的通体透明 像玻璃似的 这是彩长大的 有的稍带点灰黑色 甚至背上尾巴上 还积着泥 长着青苔 这是老的 大家叫它千年虾 缸里的小虾 十分有趣 它们有的独自 荡来荡去 有的互相追逐 有的紧贴住缸壁 要是你用小竹枝 去动动那些 正在休息的小虾 它们会立即 向别的安静的角落 蹦去 一路上 像生了气似的 不停地舞动着 前面那双细长的腿 腿末端那副钳子 一张一张的 胡须一翘一翘地 摆动着 连眼珠子也一凸一凸的 如果这时碰到 正在咸油的同伴 说不定就要打起来 小虾的搏斗很猛烈 蹦出水面是常有的事 有时还会蹦到 缸外的地面上 我觉得该让它们 在缸里生活得更快乐些 后来我就和阿诚哥 到小溪里采了一些水草 捡了些石块 放在缸里 我们记得 小溪里的虾 是挺喜欢钻到石块 下面休息的 有一天 我从缸里捉起几只较大的虾 发现它们的腹部 藏着许多圆圆的小卵 不久 缸里的小虾真的多了起来 有时 葡萄架上一片落叶 掉进缸里 不一会儿 叶子下就会聚起 许多小小的虾 这节课的生词里 有一个词 搏斗 搏 这个字的笔画非常多 我们学一个部件 来更好的记忆 笔画繁多的字 搏斗 搏 左边是提手旁 右边的部件 念敷 State to announce 敷 搏 搏斗 wrestle fight 搏斗 草字头 三点水 和敷 薄 薄片 thin slice 薄片 左边是使 右边是夫 博 博士 PhD Doctor 博士 左边是肉月旁 右边是夫 博 胳膊 arm 胳膊 左边是丝 丝字旁 右边是夫 富 束腹 Bind up fetter 束腹 左边是单人旁 右边是夫 富 师傅 Master Mentor 师傅 最后我们做一个十字游戏 第一个字 薄 薄片 第二个字 左边是肉月旁 薄 胳膊 第三个字 左边是丝字旁 腹 束腹 第四个字 左边是提手旁 薄 搏斗 第五个字 左边是石 博 博士 你都做对了吗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或留言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